好大玩 持久来看到小米首款电动车SU7亮相之后 是在微博上登上热搜阅读量超过37.4亿次 4亿次哦 这么多 那么小米创办人雷军他跟宣布SU7上市一天之后 他们的订单数量高达了88,898辆 那么大多消费者也大赞国产车的好品质 试驾试了一下 245,900的吧 极限国产的车造的真不错 试驾一圈还是感觉开车从提速也好 各方面都不错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被雷军对标的特斯拉Model 3 2月在大陆的销量是7604辆 和小米SU7同级别的极客007和质截LS6 2月份销量分别是为4204辆和1491辆 那么当时呢就被雷军请到发布会现场的新势力品牌 魏小李 2月他们所有的车型加起来 其实销量也持有26593辆 所以呢现在综合来看 小米SU7是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当之无愧的当红炸机 那么持续再来看到两岸之间这几天的一个热点话题 聚焦在前总统马英九将是在明天的时候 就会启程率领大九学堂20名的青年学子前往大陆 就是要来展开这为期20天的交流 为期 sorry 11天的这个交流 那么根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存 他公布的参访行程 访团呢将会是在明天下午就会抵达这个深圳的保安国际机场 预计呢是会在广东可以看到图呢 是会在广东停留三天 那么当时呢除了是会参访中山大学和师生交流也外 还会沾养黄花岗72历史林园参观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故居 纪念馆等等这一系列的行程 那么当然呢也是包括了一些商业上的交流 包括是参观腾讯公司还有比亚迪等公司大厂 预计呢是会在4月3号抵达陕西 并且会在这个地方停留四天 参观历史博物馆还有寺庙等等 在这个地方四天 紧接着呢其实来看到就是外界最最关注的重头戏 马英九将会在7号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就会抵达北京展开他的第三站访问 而在北京的行程里面呢 其实外界最关注的人就是在北京的这几天 马英九会不会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见面 那么萧生他曾经说呢 这个行程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让两岸民间的敌意兼换 避免未来会走向冲突 但是呢并没有脱落会不会的这个期间呢 会和习近平来见面 而从马英九的北京行程里面 来看聚焦在7号这个之后的行程 除了是前往北京大学参访交流 也会参观长城还有故宫等 那么由于7号的时候才会抵达北京 所以外界啊还有媒体就推测 行马会很有可能的时候会是在4月8号来登场 那么其中呢 风传媒他们就推测到 马英九7号的时候到北京 那么9号的时候呢 是到北京大学来和学生座谈 10号的时候就会参观北京故宫 那么在11号的时候呢 就会返回台湾 所以呢来看到这个时间点 最有可能他们认为时间点 这个行马会的时间点就会在4月8号 而香港01也是独家的披露 现在已经有经由北京的消息人士来确认 马习惠呢其实现在确定在计划中 不过呢香港01说 具体形势啊还有沟通还是在进行当中 那么小雪岑他曾经透露马英九就期盼了 希望呢是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访问 来推动两岸之间的更多交流 同时呢也希望可以稳定一下两岸的关心 还有区域的紧张情势 钟平社就报道了 台湾前国安副秘书长光岳他表示 马英九这两次访问呢 访问大陆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只要马英九一访路就可以让两岸的气氛 缓下来安定下来 那么大陆的学者又是如何的看待 北京学者司马南他就指出 不论马英九他访路呢 他这次的访问行程当然是一件好事 因为呢交流总是会比对抗来得好 但是他认为这个访问的时间点 好像是有点敏感 因为正好和金门炮火试射撞齐 而且呢惊吓的云船翻覆事件也都还没有落幕 一下来看他的说法 而说惊吓野外在南海的部分近期 其实也不平静大陆南部战区再一次实施海上的军事演练 目标呢就是针对菲律宾武装渔船 再一次侵犯南海的岛屿来进行练习 那么这一次的演练呢 他们意在是要展现他们的军事肌肉 这个意味是非常浓厚 同时呢他们也警告美国切勿轻举妄动 不要再干涉大陆的南海主权还有海洋权利 发布南海军事最新训练影片 画面中炮火声不断 所有士兵都严正以待 实施训练的地点在南海海域上 南部战区出动海军雪山舰 卢山舰等数艘舰艇组成编队 针对打击武装渔船进行高强度 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演练 指挥官表示这项24小时不间断的演练目的 是要测试军官与士兵的紧急应变能力 武器使用能力 以及在复合型战场环境中的指令协调力 今天的训练场就是未来的海战场 我们只有射南敌情 险情才能练就能打仗 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近期因为大陆与菲律宾之间发生多起海上冲突 大陆国防部发言人在28号对外发表声明 在中非南海问题上 我们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 那就是反对外部介入 反对侵权挑衅 主张妥处分歧 同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一切准备 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发言人指控美国干涉南海主权 认为美国为菲律宾撑腰背书 是造成南海局势动荡的罪魁祸首 并呼吁美国不要再插手 切勿干涉大陆的海洋主权议题 而对此菲律宾反击表示 绝对不会屈服 指控大陆只是在吓唬他们而已 而这举动十分不文明且非法 自从菲律宾船只靠近仁爱礁 大陆以高压水柱逼退非方船之后 海南局势逐渐升温 双方各执一词 表示自己游泳铁线礁仁爱礁等等岛屿的主权 因此造成多起激烈冲突 而美方也在这议题中不断力挺飞国 并派遣军队在海南巡述 引起大陆不满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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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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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